国民党立委郑天才暴怒 把桌上的保温瓶网发言台猛砸 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坏旁人 不过怒气显然还没发完 这个请政委员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立法院院会审查促转条例 郑天才发言完突然爆气砸了四个瓶子 原来是民党立委吴炳锐台下呛响 发言插曲闲见朝野气氛紧绷 不止前一天牢记法修法情绪还在 紧接着促转条例更被认为是冲着国民党而来 外传国民党自己内部都瞧不拢 青壮派立委包括蒋家第四代蒋万安在内 都支持促转条例 但党中央却下令权力杯葛 尤其包括处理侵害人权事件年线 促转会的司法调查权政治档案是否都要提供 隐匿毁损要判五年等条文 被认为争议太大 国民党临时撤前协商要求再讨论 为了促转条例可能这部分是非常多人关注的 所以说也不排除就一条条来批决 可能党团还是规划到晚上十二点 那大家我们都已经有一些心理准备 蓝绿都不排除在院会可能爆发另一波冲突 攸关转型正义的促转条例 去年六月一读后躺了一年半 能否顺利过关各界都在看 记得送的报道